我們說今天這個陳佩琪醫學 他非常非常的積極 因為我們看到柯醫師不在台灣 他昨天這個所謂大夫上陣 他不只是去這樣跟大家說 哎呀請這個拜託投一票之外 他還開講 而且講得非常多有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候我在住院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 謝謝你 他為什麼 李玉導演跟我講說 他也後來才知道說 為什麼柯醫師在他的面前掉眼淚 好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陳佩琪醫師 就是柯文哲醫師的太太 他在這個演講場合當中 講到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我們聽到幾點 他說他自己平常都是穿愛的世界的童裝 同時講到他自己生病的時候 然後柯文哲常常旁邊偷偷掉淚 同時他還預告 他說對手陣營是未來可能會打 柯文哲醫師有小三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陳佩琪醫師 他真的其實非常有政治天分 他不僅是顯出俏皮 清明 同時他把這個對手的陣營 可能出的招數來給他做一個化解 沒錯 明儀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陳佩琪他在這角色上面 他不只是柯皮出國之後 他大夫出征 他還可以掃街 他還可以開獎 但你有沒有感覺到那個影子 好像阿貞的感覺 韓兵你有沒有覺得有點雷同啊 對 你剛剛我說真的 今天下午你看到這一幕之後 我第一個直覺想法是什麼 其實柯皮你就在國外算了 我看夫人出來選就好了 我覺得他選到他講話條理又清楚啊 真真見邪啊 對不對 因為講話我覺得比你輪轉多了 對 比柯皮還要這個順 所以我覺得不能夫人出來選算 你記不記得當初柯皮剛要參選的時候 他曾經特別叮囑過陳佩琪 所以你常常不要說話 結果他沒想到 不要影響我們競選總部 沒想到柯皮才飛到美國去 陳佩琪現在就大喇喇開獎啦 我跟你講柯皮 我說真的 柯皮自稱為台灣第一聰明人 我覺得他腦袋不太清楚 怎麼說 家裡誰是畫世人你沒搞清楚 我覺得陳佩琪比較像是畫世人 因為他講的話比較有道理啊 而且柯皮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柯皮大部分都是聽陳佩琪的 對啊 不就是這樣嗎 那他最近他在臉書上 他特別講的這一段也很有趣 去年的國慶假日我在幹什麼呢 我想起來了 去年國慶前夕晚上 記得是星期三 先生到本月 先生就柯P嘛 到本月演講我們小兒柯腰的 那星期四國慶當天早上我有門診 那今年國慶日我正好輪修囉 所以我下午要去先生的吉林總部喝咖啡 你看來一個公民開獎 你不覺得陳佩琪對這個競選活動 非常的有參與感 陳醫師沒想到 他居然對選舉 他就要有這麼多的細胞 可是問題是你要知道 科辦本來還有點擔心 為什麼我們都知道夫人 夫人之前有生過病肺腺癌嘛 那也開過刀 那怕他體力上沒有辦法負荷 要多休息 結果呢 陳佩琪說不要啊 我可以去啊 我兩個地方都可以去啊 我ok的 那不錯欸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他是非常有活力的人 他根本是熱情參與啊 是啊 所以我跟你講 像柯P 現在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點就是 陳佩琪 我們以前會覺得說 陳佩琪再來講 跟一般的政治人物的夫人不大一樣 因為你看像連勝文的夫人 蔡依三是什麼 老高要出來選 我是有點不太贊成 我有點反對了 坑都沒坑成 這次胡志強市長要在競選連任 其實我們少小林夫人 好像也不是太贊成 因為畢竟大家年紀也大了 對 不過你這麼講 那陳佩琪醫師 其實他很適合當政治人物啦 對啊 我覺得他其實非常值得啊 你記不記得當初 柯林頓在選的時候 說你選我等於買一送一 為什麼 因為我老婆希拉瑞也很能幹啊 那現在好像也在糟告天下說 其實你選我柯文哲 基本上我在附送一個陳佩琪啊 也就是說等一下以前 這個柯林頓身邊的希拉瑞一樣 那意思說他當醫生真的太可惜了 對 所以我覺得他 他根本就是一個標準的政治型人物 你知道 而且我覺得更有趣 這樣就好像兩位主持人 剛剛你們一開始就提到 他們其實跟阿扁阿珍 真的有點點像 怎麼說 記不記得當初 美利島律師團要辯護的時候 阿扁本來有點擔心 因為怕當時怕會有政治 政治後遺症啊 是 結果呢 阿珍要求他去的 鼓勵他去的 然後後來要重振 阿珍鼓勵他去的 甚至後來台北市長落選之後 誰挺陳佩琪選總統 也是阿珍 而且不要忘記 吳書珍自己還出來選過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 陳佩琪我覺得他口跳又好 又落落大方 他各項我覺得 看起來都比柯皮亞還優秀 我覺得 如果這一次柯文哲 我不知道市長會不會當選 這個我不曉得 而且他的表現 我覺得他比吳書珍還優秀 第一個要不要科辦乾脆換 換成佩吉夫人來競選算 這是一個 第二個如果說這一次 你們來不及了 那沒關係 下次總統來選 你們顧寬敏先生不是說 穿裙子不能當總統啊 你就當個總統給他看看嘛 對不對